他是誰呢?他就是好久不見的陳琳琼 歡迎你回來 不見面了 對啊大概半年前我們才在節目上一起跟大家分享上一張專輯對不對 對 哇其實你創作時間很短耶 好像蠻快 對啊怎麼會 其實你學生都在準備嗎 因為平常沒事就是都在寫歌 所以歌量還算可以 其實你在五月十號也推出了你個人的第二張創作專輯叫做《已讀不回》 對啊其實我對這張專輯的名稱還蠻好奇的 怎麼說呢 請問你是跟上了這個最新的時尚的流行的LINE嗎 對對對 對是因為這個東西讓你聯想到這個名稱嗎 還是你有什麼樣的故事上次沒有跟我交代 其實這首歌是在講 那時候很好玩啦 就是我在Facebook 然後上面我就是 我就PO了一篇文說 如果說我寫一首歌叫《已讀不回》的話 大家覺得怎麼樣這樣子 那就是很快就是二十分鐘就是很快 很多人回覆嗎 一千多個人按讚 天啊 然後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幾則忘記 很多人回覆 還是說其實大家都很認同 對就是大家就反應很好好快寫很期待你寫這樣 然後我就用一點時間然後做一個demo先放到網路上 然後給大家聽 那想不到就是大家還蠻喜歡的 那這張專輯就把它當成主打歌 那做一個更完整的編曲 那這次的這張專輯是什麼樣的概念裡面 所以這張專輯呢 它就是 呃 其實它跟上一張比起來的話 因為我上一張是以 RMB 對蘇琴RMB為基底 那它的蘇琴歌就會比較多 那這張以讀不回呢 是想帶來大家一種 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感覺 就是因為這首歌是比較 可能會比較貼近大家 你打不開是不是 有打開來了 然後 然後呢這樣就是做了更多的 曲風的嘗試 例如說有一些新世紀音樂的 的東西 合成器 那還有一些funky 然後或者是電子啊 我甚至自己編曲了就是 那還有跟很多老師合作 那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曲風 中塊版的歌也會比較多一點 有有有我準備了一些問題要問你 就是這張專輯跟上一段專輯 其實我有拿到之後開始聽 就欸 你真的嘗試了很多不同的曲風欸 對對對 好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張的首播主打也是這張專輯的同名歌曲 已讀不回 是 剛剛你有提到說其實是在臉書上 先問問大家 對對對 那你怎麼會突然想要問大家這個問題呢 不是因為 大家都一直 就是 那一陣子就忽然大家一直說 啊 被打槍了啊 然後什麼 是自己周遭的朋友嗎 對啊 還是包括你也是呢 我在兩三年前有這樣過 最好是兩三年前有line啊 真的啊 不是我兩三年前就是有用 就是facebook 或者說就是 它其實 它其實這個東西已經 存在很久了就是 嗯 因為它在感情上面 或是什麼一些回應上面 其實 已都不會是一種 逃避的一種行為 嗯 那只是說 因為line這東西 讓大家 它出現了這四個字 讓大家有一個 對這種 這個現象有一個 名稱在 因為像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那時候 那時候在追一個女生 哈哈 你看我都講出來 OKOK啊 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我那時候我們就是 互動都很好 就是會每天睡覺前 會講電話什麼 就是很好嘛 出去看電影什麼 那 突然有一天 它就不理我 突然嗎 對突然 然後我也就是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 到底做錯了什麼 做錯了什麼 那你沒有問它嗎 它不講啊 你確定你有問它 我有問它 就是它就一直不講啊 那 那就是 就是一讀不回嘛 對 那我相信 大家應該都有 你應該也有吧 你不要裝啊 所以就不認識的人 你知道就 有啊 前幾天就還不認識的人 有人問我說哪位啊 對啊 就是之類的 所以就是讓你 引發這次的創作靈感 嗯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先來欣賞一下 你帶來的現場演出好了 好啊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 其實陳寗她是創作新歌手 所以呢 她在上次的 跟大家 就是對聊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跟大家就是知道說 她可以隨時隨地想到什麼 就哼出什麼 或者是彈奏出什麼樣的樂器 嗯 的歌曲 OK 所以現在是要我即興創作 沒有吧 是沒有啦 我 當然要帶來你的首播主導嘛 已讀不回 這首歌已讀不回 送給你們 請問你最近 想問你最近 過得好不好 已經很久沒你的消息 應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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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 很重要 應該知道 你對我 可能我對你 不太重要 想問你最近 過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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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隨便 給個回應 多好 我並不信 一直想要打浪 但你的沉默 讓我受不了 你一路不回 愛又去誤會 我放手的關係 都變成 沒回憶的眼淚 挽回也只是 這答案 是無解 我快沒直覺 我清楚你感見 我的傷悲 一度不回 愛又去誤會 愛又去誤會 如果你 已厭倦 選擇離開 不會再去眷戀 只是 為什麼 不說再見 留我在 情欲退之前 不覺 入回 自己也不會 我愛又去 其實我想跟妳說一件事情 我每次聽到妳的創作的歌曲 都會很有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請問妳是下了什麼魔咒嗎 哈哈哈 真的很好聽 其實聽完之後 妳就覺得 妳可以一直不斷重復 重復地去聽它 就是完全不想去切歌 完全不想是真的 是真的 那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其实你还没发现那张专辑的时候 已经看到你的造型有些改变了 请问为什么这次专辑的造型会变成白头发呢 就是你知道一直写歌会有压力 是这样是因为太多 所以想说干脆就一次蓝白吗 自然的 没有就自然变白 没有啦 你是公司的就是一个造型 真的新造型 那你自己有 是你OK的造型吗 我就是OK啦 就是尝试一下这样子 那有得到好评吗 有好有坏 好的是 好的就是 就是因为比较亮眼嘛 对对对 那坏的 就是苍老这样 没有啦就是 会不会看起来就是太 太古怪了这样子